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可是美国人正正经紧地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 集会自由 在美国你可以想说就说 但一个人说总是不太给力 美国集会自由的体现就像在越战期间 众多美国人在宾夕反美亚大街和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游行 这就是公民集会的权利 目的是表达对政治理念和政策的看法 这是人的本性 集会比一个人站在那里讲话有更大的影响力 你能看到众多的人看起来坚强 团结 大家联合在一起 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连接着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坐标 白宫与国会 每封总统就职日 新总统先在国会山宣誓就职 然后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抵达他的新家白宫 想让宾夕法尼亚大道也为自己戒严一回 集会者们只要申请都能在这条大道中央游行 只要拿到游行许可 得到所有部门的同意就可以了 我今天来是为了支持移民 让我们迈出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唯一的问题是 我们不支持非法移民 来美国的人都是寻合法渠道 不是非法公民 我们移民到这里来都是遵纪守法的 但是现在政府不听我们的 集会者表达的诉求都是就业 移民 反战等大问题 但游行的氛围却可以轻松而平和 维持治安的警察不会来干预 与其说美国人在行使公民权 不如说他们在享受集会自由 集会者通常先在某个场所集合 然后游行 抵达目的地后 再发表各种演讲 表达自己的诉求 这种人山人海 群情激扬的场面 时常会在华盛顿上演 集会以及参与抗议的权利 其实都包含在言论自由当中 因为集会通常包括行动 而最高法院的言论自由案例 也包括抗议活动 行动和言论表达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美国并没有一项特别关于集会的法律内容 它已经被包含在言论自由的当中 你有集会的权利 有抗议的权利 这并不是单独的集会权 这是你言论自由权的一部分 你游行的时候 法院会说 你在进行表达自己意见的行为 你可以表达 你可以在行径中高呼口号 或是举着标语牌 这都是纯粹的言论 游行本身就是表达活动 是表达性行为 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就像言论自由一样 美国公民的集会自由是不容侵犯和僭越的 这一宪法权利在美国得到了深入的贯彻 1970年代 在伊利诺州小镇斯康克仪 住着大批纳粹大毒沙的犹太人幸存者 有一个新纳粹组织 想在这个小镇上游行 这些犹太人的后裔说 这太可怕了 这样的游行就是在家门口给我们的山口上撒盐 双方的争执 最终闹上了最高法院 大法官们说 如果新纳粹组织只是游行 而没有对居民们造成身体伤害 就算你鄙视他们 就算游行会让你想起当年纳粹大屠杀的恐怖场面 你也不能鉴约游行者的集会自由 这个极端案例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 却合乎法理 保证人人平等地享受宪法权利 当然 绝大多数的集会游行不会惹上官司 我们两三个月之前开始组织今天的活动 就是想汇集起所有的声音 这是激动人心的机会 将全美各地的人集合在一起 私下看看 你能看到来自加州的人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 来自南方的 来自全美各地的人 我们汇集起各种背景的人 看看他们 有白人 有黑人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和非常保守的组织合作 我们跟查党社区网合作 也跟非常自由派的组织合作 比如基层的黑人教会 基层移民团体 这真是个好机会将大家都聚在一起 代表美国人团结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想传达的信息 杜兰克组织的这次大游行 目的在于呼吁白宫不要大赦非法移民 将就业机会留给美国人 来自纽约州的约翰·道 是位校车司机 他为了参加这次集会 特意制作了一块标语牌 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就是这个 宪法 我们的领袖没有遵守宪法 他们不听民众的呼声 他们在践踏宪法 基本上他们在践踏宪法的所有内容 大部分的权力法案 问题每况愈下 美国到处都是非法移民 这种情况该终止了 他们在抢美国人的工作 道对美国宪法的解读 或许既不全面 也不深入 但他选择和15个同伴 长途跋涉来参加集会 直输己见 的确有苦认真劲 在联邦合同工的集会罢工中 华盛顿火车站的销售人员 贾斯丁牛则有不同的诉求 今天我在这里向奥巴马总统请愿 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其他在这里工作的人 还有在史密森博物馆 邮政博物馆 以及全国各地工作的低收入人群 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 牛情愿罢工一天 和集会同伴们一同呼吁 总统重视贫困问题 诉求虽然不同 道 牛 还有杜兰特 都同样看重自己的宪法权利 美国人的集会自由真好 我们对此很感恩 在美国有这么好的自由 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 表达我们的心声 真是太好了 我们期待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说说这个话 我们可能就一些问题的意见不同 但底线是 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资予我们的权利 我们都是美国人 我们真高兴有这样的权利 你的政见可能不是主流 也可能与决策者相悖 但这不妨碍 你找到志同道合者 共同集会游行 说出心中的想法 这是自由 这是权利 这是宪法第一 是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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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